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身处在这璀璨的城市里 仰望的人们难免缭乱至沉醉 甚至心生迷惘 而如何在流动着财富与诱惑的都市中坚守初衷 铭记单纯和感恩之心 则是身处这梦幻天地中人生的一场必修课 上海经济院中上演的这一出金玉奴 正是讲述着这不可忘本的为人之道 金玉奴是巡派特别具代表的一出戏 也是非常经典的 这出戏的亮点就是在前面是花旦 后面是青衣 前半场我们是按喜剧演 轻松愉快 体现的妇女情和夫妻情 那么到后半场慢慢都游戏转杯 它就是能够考验演员的功力 金玉奴讲的是一天大雪 无家可归的穷秀在墨基 被盖头金松女儿金玉奴所救 玉奴游怜生爱 与墨基成婚 婚后 妇女沿途教化 被墨基赴金赶口 墨基得众 竟忘其所以 嫌玉奴出身威贱 竟将玉奴推落江心 并赶走金松 玉奴被墨基上司灵命所救 灵又派人找来金松使其妇女相聚 理论复促使其夫妇和好 玉奴假意应允 花族之时 当众痛恕墨基之罪 金玉奴是巡派的代表曲目 严习巡派独有特点 容多种弹绝为一体 前为少女 属龟门弹 中为少妇 属花山 后为妻妇 属青衣 舞台表演中的唱业作答都很重要 最难的 巡派难在难在哪呢 他要 我们说是 长云老师有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 他说我们是精心设计 自然灵目 不能给观众感觉很娇柔造作 那样就不可爱 就又要生活化 但是又要有舞台艺术感 这个是很难拿捏的 作为花旦演员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花旦演员的一个高度 我希望能够自己慢慢的把艺术拎到这个高度 也让观众看着舒服 可爱 本次录制还请到了著名丑爵演员金锡华 来扮演金玉奴的父亲金松 金锡华老先生是熊明侠演艺生涯中 一位重要的引路人和搭档 两人将生活中的默契带到舞台 完美地塑造出了金玉奴和金松 这对父子子笑 令人动容的妇女形象 这些年虽然退休了 但是老爷没离开舞台 那么也辅佐一些比我年轻的一些演员吧 金老师79岁高龄 快80岁了 演我的老父亲 因为我们生活中跟金老师搭档了也很多年 到上海经济院以来 一直是金老师也在提携我们 我生活中就是把他当我的父亲 所以说在舞台上 我说我们俩一点都没有违和感 我觉得最出彩的地方是两抱推江 两抱 两个心情的变化以后 人物变化以后 到金玉奴决定要 我要走 我忍不下去 我要跳江 老父亲说 把他掺回来 还有老爸爸我呢 每次演到这儿的时候 我眼泪真的就勤着 真的就是那种心情的复杂 我觉得我们俩配合的还是很默契的 在这一点上 每次我觉得都有不同的火花 除了在舞台上彼此的信赖与默契 每次演出后 雄云霞也都会和搭档们 对角色进行反复推敲和交流 正是这份纸鱼琢和热爱 才塑造出了金玉奴这个性格生动 爱憎分明的戏剧形象 近日 由全国政协金坤市主办的 戏曲艺术系列讲座 《彩调刘三姐 永恒的魅力》 在中国政协文史馆开讲 全国政协金坤市相关领导 以及部分全国政协常委委员 以及戏曲界代表等出席的活动 讲座由全国政协委员 金坤市成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院长龙茜主讲 龙茜以彩调刘三姐的艺术创作 发展为线索 讲述了彩调刘三姐的创作概况和传承发展 分析了刘三姐的文化形象 以及刘三姐在新时期要体现新时代 新故事 新形象 新演绎的创作构想 七代刘三姐演员代表 被邀请到现场为观众示范演唱 展示了不同时期 刘三姐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风范 2019第六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 于10月16日在繁兴戏剧村正式开幕 本届艺术节主题为庆 共17部剧目 70余场演出 多位梅花奖得主受邀参演 除了展演剧目之外 还设有对戏展览 高峰论坛 剧目研讨会 体验工坊 名师讲堂等 共同打造戏曲跨界融合庆典 第六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 精选了17部剧目 汇集精剧 昆曲 乐剧 黎原戏 少剧 黄梅戏 玉剧等 跨越东西南北的代表性剧种 在剧目内容方面颇具多样性 涵盖了新编历史剧 现代戏 传统戏新编等内容与题材 彰显了本届艺术节的黎原贡庆祝旨 当晚的开幕式现场 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燃长健 代表中国戏曲学院在凡兴戏村 建立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 艺术节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戏曲互动环节 由艺术节执行主任杨潜武 与京剧煤派传人郑骁 带领全场观众一起学习戏曲影響动作 共襄盛举宣布艺术节开幕 之后开幕大戏《思凡》上演 这出戏将三出极有代表性的丑黄和花旦戏结构在一起 在情节上看似没有关联的三出戏 是因为有相似的生命质感而成为一台戏 演员们的精彩表演 博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从2014年至今 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 已经走到了第六年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不同体制艺术院团的81台剧目入围 涵盖了19个剧种 超过2000名戏曲艺术工作者参与 观众近10万人次 小剧场戏曲也从一个新兴的戏曲演出形式 逐渐发展成今天的被认可和广泛运用的演出形式 尤其是将年轻人带到传统领域 打开戏曲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0月2日至8日 2019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圆博园举行 活动期间 近19万游客相聚圆博园 在景中听戏 在戏中赏景 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其中在京戏曲院团和全国其他各地区 具有代表性的剧种剧团等65家专业院团社团 为观众陆续奉上了370余场戏曲及周边艺术表演 一江南园 北京园 西安园等园区中 昆曲 京剧 琴腔 川剧交错呈现 华美多姿的演出与清秀雅致的园林构成了一幅流动的画卷 此外 活动还组织了戏曲爱好者 团体所喜爱的京剧票友大赛 快闪 巡游等活动 全面展现出了中国戏曲文化周 作为多重文化艺术交流平台的高度与广度 近日 评剧电影《笑装长歌》清华大学首映仪式 即评剧名家冯玉萍艺术作品展映展演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 在清华大学举行 评剧名家冯玉萍长期致力于评剧艺术的传承 创新 推广 并面向全国走向海外 为传播和推动我国传统艺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她主演导演的评剧作品脱锋且理获殊荣 本次系列展演活动冯玉萍将写她近期创作的三部作品 评剧电影《笑装长歌》 舞台剧评剧《笑装长歌》 现代评剧《秋月》 原创评腔音乐剧《牵》牵手走进清华 聆听青年人的声音接受中国戏剧家协会 国家艺术基金专家以及清华学子的检验 当天发布会后 举行了评剧电影《笑装长歌》的首映 该剧入选2018年度中国戏剧梅花奖 戏剧数字电影工程 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资助项目 由冯玉萍主任总导演和领衔主演 选取了《笑装太后》 一生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片段 和最能代表其性格境界的事件 并将这些片段和事件有机的串联 形成了一台具有深厚审美意韵的情感大戏 此次展演活动即使对我国平剧艺术发展 以及冯玉萍演绎历程的一次回顾和总结 更是一次将平剧艺术带入大学校园 向青年人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展现有温度 有筋骨 有道德的文艺作品 并向平剧诞辰110周年建议 近日由陕西艺术职业学院附牌的 琴枪经典剧目游西湖 在西安艺族大剧院与观众见面 游西湖作为琴枪经典传统剧 讲述了李慧娘与太学生裴瑞卿 与奸相假四道斗争的故事 故事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斗争精神 通过这次复排游西湖 作为陕西艺术职业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 又是青年演员 我们既是继承者又是传播者 我们继承了马兰鱼先生的游西湖 再传给我们的学生 我们主要的想法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游西湖是琴枪传统剧目 1953年 京改编后由马兰鱼先生主演 《几经改动》最终定型为 各剧种遗址演出的典范之作 首演至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 这阵游西湖我现在都不能忘记 我觉得如果陕西人把这个忘掉 那是不应该的 这个艺术形象的创造是全策全力 走一步搞一步 这样搞出来的 据悉 本次副牌由琴枪表演艺术家 国家籍非物主文化遗产 琴枪代表性传承人 马兰鱼先生担任艺术指导 由青年演员梁绍琴 王平王航等人再度演绎这一经典名作 我自己也觉得 我们这一次这一经演出的游戏 为什么能够在群众中得到欢迎 不是我能行 我觉得根本力量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 精神面貌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新时代非常重要 所以这次我觉得能够有幸跟马老师 还能在那么大的年纪 八十多岁的高龄 还能给我们继续传承游戏物的服务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幸运 所以下来我也会随着老师的 就是老师的精神伴随着我 教好学生 然后并且同时在舞台上 作为青年人继续地去实践 把老师的这种精神继续延续下去 近日 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 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京剧京湖演奏人才培养 《结像汇报》演出 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上演 此次人才培养项目 则又录取了来自全国各文艺院团 院校的二十位精湖专业人才 由艳首平 李祖明 李门等 多位精湖专家授课 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学习 引导演奏员进一步提升了 自身专业水平和理论素养 张迅松 李佳 邵小白 程亮等 京剧演员配合京湖演奏员 演唱了《阳门女将》 朱连寨 金玉努等 京剧经典选段 京湖悠扬的旋律 和演员们精彩的演唱久久回荡 京湖班学员们用出色的表现 优异的舞台展示 为此次京湖演奏人才培养项目 提交了一种英文满意的答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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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